今天呢 我們就要交給大家一個 到男朋友家裡面 或者是跟男朋友 出去玩的時候的心機狀態 好 這也用一路來示範 我們先從皮膚的打底開始 因為夏天到了 很多女生早上起床的時候 整個人是燥熱的 然後呢 在這個燥熱的狀況之下 第一 你皮膚的溫度升高 就出油量就會增加 然後呢 皮膚燥熱的狀況之下呢 你就很不容易化妝 心情也穩不下 你要化個眼線 都要化100次才化得好 在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又利用這個 這個叫做負三度C的美肌 鎮定噴霧 對 它有零下三度的冰鎮快感 哇 可是在用這個的時候 使用前先搖一搖 對 他覺得一定要配合化妝棉 不要直接噴在臉上 會怎樣 會凍傷 真的假的 用到負三度C 可以分臉在手上嗎 不 會怎樣 真的假的啦 你看 變成霜 哇 哇 這個最好 就是有一些男朋友 老公叫床 叫不起來有沒有 叫床 好難 噴他 噴他 這個太冰了 這個太冰了 對 你要叫床 沒有 明明打雨了 放假 對不對 然後一早要帶你去逛花室啦 或者是什麼啦 叫不起來 你就噴他耳朵旁邊 一定醒過來 你看 你在使用的時候 我感覺那個噴在奶頭上面會直接就好 希望他沒有起床一噴 哎呀 哎呀 欸 啾你 這個 idea 試試看 有沒有 好 這個在使用的時候就搖一搖 把它搖均勻 它裡面是百分之百的阿拉斯加的冰河水 那我們也知道冰河水裡面會充滿了很多的礦物質 你想得到金邊的 有一個金字旁的都有什麼鐵啦 美啊 假啦 辣啦 幾乎都有 你在使用的時候就把它噴在化妝棉上面 固定的噴 你看它就會跑出一層 你看 小三的霜 哦 好重喔 你看像小三一樣的霜 然後呢 我們把這個霜輕輕的 把它 壓扁 壓扁之後呢 嗯 好 利用這個 然後你把它 輕 拍 哇 好冰喔 但是情緒又很輕 好害羞 就其實壓一下下就好 這不是情緒用品 你不要拿那去噴男朋友 通常第一次用 真的你不要直接壓上去 你真的很冰 所以通常我都是這樣輕輕的拍 然後它裡面還有水洋酸 我們都知道角質層堆太厚的話 化妝也不好化 對不對 而且角質層可能會造成你的毛孔阻塞 所以呢 每天就這樣子輕拍 這樣子輕拍 然後如果有眼袋的人 有眼袋的人 你也可以輕拍眼袋下方 輕輕的拍打它 不要馬上就壓住喔 馬上壓住皮膚 因為眼睛周圍皮膚很脆弱 所以不要直接把它按住 輕輕拍眼袋下方 讓我們眼袋下方的這個皮膚收縮 比較不會那麼浮醜 對 比較不會容易浮醜 然後眼球上方也是 就像輕輕的拍打 你會馬上覺得自己的臉變得 好冰 好舒服 而且這一邊就覺得好冰好冰 很涼 那種感覺 對 而且毛孔就會馬上縮小 它其實是類似像化妝水的功能 所以在夏天我們有些時候 很多高精的化妝水 會覺得太黏稠 或者是越用出油越多的話 就用這樣子冰鎮的方法 把毛孔縮小 然後把出油的現象改善 讓自己的心情平復下來之後 我們就開始打底了 哇這底要很心機喔 BB霜 那這支BB霜呢 基本上它就有防曬的作用 它裡面有SPF34的防曬作用 可是你會看它擠出來之後覺得 顏色怎麼好像很深 很深 這支男生味的 這我的顏色 可是你把它推開來之後喔 哇 變透明 它會慢慢的變透明 而且會隨著每一個人不同的膚色 去結合你的 它會利用皮膚的溫度 跟透過光線的折射 來迎合每一個人的膚色 因為它裡面是利用氧化鐵裡面的 紅黃黑三種粉末去調出來的 好所以呢 你看喔 當我們用在臉上的時候 人工智能欸 是不是 你現在靠近來好發達喔 我昨天也是啊 我在家裡擦完BB霜 然後就開車過來 在那邊化妝嘛 然後每人看到我就說 唉呦 你的臉怎麼好像浮屍喔 就是整個是灰的有沒有 老師你有沒有看過有一種 有 就是你沒有辦法 看起來髒髒的 然後浮起來 灰灰磁磁的 對 所以這個就不會有那個困擾 沒錯 因為它裡面的這個氧化鐵 你看我推開來之後 它就慢慢變白了 真的欸 我現在都買得到 變成你的膚色 對 它就會慢慢貼你的膚色 所以它是一瓶 可以適用所有的膚色 而且呢 它這一瓶BB霜 除了有SPF34的防曬之外呢 它強調它有五大的保養功能 四大的修飾作用 哇 對 裡面的保養的成分 它包含了熊果素幫助你美白 然後呢 蝦紅素 幫助你抗老 我們都知道蝦紅素跟Q10一樣 都有緊實肌膚 粗細微 對的作用 然後呢 裡面有玻尿酸跟分子丁 幫助你保濕 還有銀杏可以修護我們的皮膚 增加皮膚的抵抗力 對 你看 好 好 你看就這樣子輕輕的把這個BB霜拍上去 你看這邊的臉看起來就很漂亮 很亮 對不對 薄薄的一點點 而且最重要的是你看喔 跟脖子的顏色 最怕不會照顏色 對不對 真的耶 不會有色差 你看喔 以路它是膚色比較黑的 對不對 現場誰最白 沒有 看可蘭 看可蘭來用的話 就直接吃進去了 就直接吃進去了 對不對 你看 它就變透明了 有沒有 也不會有顏色呈現在上面 它完全就變透明的 對 這也就是 真的好想買喔 而且這隻 這隻很特別 那隻很好用 真的嗎 它超保濕的 不知道會是它嗎 它是出水型 一邊推會有水跑出來 真的耶 而且有點亮的 有水在上面 不是什麼東西出水就是壞掉了 為什麼會出水 如果說你是很容易流汗的 這個出水型的 它裡面它還有防水 就是你流汗都不怕 可是它又有一點亮片對不對 兩個手這樣看起來差好多 對 它裡面還有亮片 上面的手就很漂亮 好亮喔 對 對 就是說 如果說你是要去海邊的人 你可以先上完這個 有防曬係數SDF34的 然後再打一層有珠光的 甚至於這個BB霜 你可以拿來打全身 對 因為說他男朋友很可憐 聽到哪 吃到哪 這個霜 你看它抹完之後 身體看起來就亮亮的 對耶 而且鎖骨會變明顯 因為很亮的 對 那再利用一些BB的蜜粉 我覺得超美的 超BB的 超BB的 因為可能你白天可能是要去跟男朋友去海邊 因為其實去海邊曬太陽很傷皮膚的 而且經過太陽的照的時候你的毛孔是會打開 打開過程裡面 如果你的分子真的很細的話 很容易會有毛孔打開 全部的東西跑到毛孔裡面 所以我今天用的全部都是BB的款系列 我現在用蜜粉都會把它在手背上面搓一搓 用蜜粉好奢侈的感覺 搓一搓之後 因為很多以前我們都教大家就是在海綿上面搓 可是很多人這樣子搓完之後中間還是有一條 對啊 那種暗色 所以我現在都教大家在掌心上面 它就會很均勻的 把你的蜜粉全部放在粉撲上 輕拍 這味道好舒服喔 真的啊 對 像那種BB身上的那種像 背紙整個的 很舒服 很... 好你看 這樣子把蜜粉輕拍上去 非常乾淨 有耶 非常透 會有那種裝透服的感覺 對啊